站住 班先生 你说 走 走 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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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班先生 我以为我们已经和解了 你为什么要造谣诽谤 什么跟什么呀 你 你就收拾回扣了 还有你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为了 每个月节省的 五百块钱的差价 就干脆把人弄死就完了 我告诉你啊 你们两个勾结在一起 我就是正义的华生 我就是要曝光你们 我搬家就是为了 提防你们报复我 你们看 闹到这儿来了 你们有完没完呢 潘先生 我就直说了 是不是有人背后指使你 承诺给你回报 血口呸人 这里房子均价两万 一个月租金断拔 钱你哪儿来的钱 那是我外甥 优秀员工的奖金 你懂不懂啊你 他已经从原单位离职了 就在举报前一天 你 你离职了 我 我就是有钱 你管我钱从哪儿来呢 我 滚 滚 潘先生 我知道你可能被人利用了 但等真相大白的时候 你一定会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法律代价的 与其等到那个时候 不如现在就配合 我们诚情试试 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 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 你好好考虑一下 你好好考虑一下 你真数人钱啊 喂 喂 小总 咱们起三日不是没能开工吗 王院长说要签一个 附加的免责声明 给他签吧 好 你坚持在今天遣散 也跟萧叔叔有关系 我爸去世后 留下了一个未完成的转任合同 那就是青山 里面八成的条例 都已经列好了 遣散日也是他订好的 是 那你接下青山 也是为了完成叔叔的遗愿 不止 青山原本是德剧的产业 但很快低价出手 本来就很可疑 我爸做得这么隐秘 赵明轩得到消息后 立刻跑过了大洞安哥地对付我 不管是潘先生 还是黄原厂背后 应该都有他 他这么做 无非就是想阻止我 收购和改造青山 我认为这当中 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但我也还没弄清楚 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了 如果你第一时间 就撇清青山 而不是保罗 也许今天就能够按照调侃 完成检散 你是在关心我吗 不想欠你的罢了 谢谢 像今天这样 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 对你来说很难是吧 我只是在想 这样的对话 如果能够来得早一些就好了 你来干什么呀 我嘴上菜了 小冉 走回家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